你们彼此之间不愉快 一定要记得师父的话 从现在起 昨天发生的事情 不管前年 那前年就更不应该了 那十年前就更不应该了 就是昨天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今天就要统统放到东流 江水东流一气不互返 故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诸位 一个人活在过去是没有未来的 一个人一直活在痛苦的阴影 不愉快的阴影 他根本就没有快乐 没有幸福的 我们一定要懂得这层道理 过去心不可得 所以朋友之间有误会 赶快修好 兄弟之间有误会 赶快和好 姐妹父母亲 师徒之间有误会 赶快化解 融入绝对 没有执着 没有分别 发法本来就是平等的 诸位 这样才叫做过日子 不懂得生命 生命对我们的讲是一种惩罚 可是懂得生命的人 每一分每一秒 他都在享受 他都在享受 有人问师父 什么是极乐世界 我说现在就是了 你这颗涅槃的妙心 不是极乐世界 是什么呢 是不是 所以活在过去 是没有未来 底下 黄药 黄就是光明卯 药就是照药 如百千日 去看过浮光的人 如佛之色力放光 说佛光虽亮 能照黑夜游如白天 但并不刺眼 彼则 细在闭关时 也有幸见过一次 师父也见过 所以我能讲 我大学的 大一 我现在不是大一 大二 我算一下 大二 大二的时候 还是大三 我记不清楚了 有一次 我跟两个同学住在一起 我睡在上铺 然后 那个周围 有的人常常睡觉睡得不舒服 那天睡觉的时候 有人还没有睡着 还没有睡着 就 往我这里了 脖子 压下去 往心脏 脖子压下去 完全不能呼吸 还没有睡着 人还是清醒的 就不能动了 就不能动的时候 那一紧张 因为那时候 学佛也不是很深 是不是 要不能截什么时候 应该get 没有 那时候只知道阿弥陀佛 只认识阿弥陀佛 那时候一紧张起来 因为压 不能喘 呼吸了 就去念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救我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那个很虔诚 南无阿弥陀佛 一直念念念到 几分钟 还没睡觉 很急 很急 念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很急 很大声 两个同学都 听到我 念得很大声 结果那个 佛光阿弥陀佛的光 一下子光扫过来 哇 怎么这么亮 也不刺眼 就像这里书上写的一样 犹如白天 真的不刺眼 而师父见过 不过是拜那次 恶鬼把我掐脖子之事 才念到这么虔诚 平常好像没有念得这么虔诚 碰到困难的时候 这一集阿弥陀佛 还真好用 以下 佛光如百千日 表示自信光明无量 佛智亦付无量 普佛世界 普就是普遍 普遍的十方佛世界 非极限于某一方之佛世界 表佛力无量 二百六十二 六种震动 动 起 勇 振 猴 及 大波罗经建议 而徐世尊在狮子座 入狮子游戏三面 以神通力感动三千大千世界 国度六种震动 东勇西末 西勇东末 南勇北末 北勇南末 边勇中末 中勇边末 地皆柔软 令终身合约 为什么极乐世界的地 是柔软的呢 为什么 因为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都是柔软心 柔软心感到柔软地 我们舒服世界的地 为什么都是硬的呢 众生的刚强啊 感到的国度就是刚强啊 你看那路都是硬的啊 极乐世界不是这样子了 极乐世界脚一踩上去的时候呢 都像是海绵一样的 有垫底的啊 软硬刚好适中啊 那是柔软心感到的 极乐世界的果报 所以哪里都不用去 记得全力以赴的求生 极乐世界就对了 那个世界太好了 清凉啊 这个世界太苦了 没有一样东西值得我们留恋的 再活得再有钱 干到总统 两届八年还是要下来啊 碰到台湾的守护 家人得到癌症也是没办法 还是要死啊 这个世界真相认清楚了 你就很能知足快乐 好像也没有什么好计较的 朴佛世界代表众生 自身当体六种震动 代表六四妄心将破 十方围成国度一时开现 围成国度 国度以佛度或佛世界同 围成国度就是无边之佛度 此一事项上说 就是十方无量的如围成之佛度 即一时开现出来 令众生皆得见 于性上演 也就是十方围成国度乃自心自性 以自心自性含常无量妙宝 也就是十方佛度也含常 在此本性之中 所以称之为如来藏 一时顿也 一时开现 表示由于佛之开示 以及威神加持 众生佛性得以顿时开现 此表本经之无上顿法 所以说十方如来 一门超出妙庄严路 事故能令威武者 不利生其或法身 不利生其或法身是什么意思 就是顿悟 就是顿悟 不必经过阿生其解 就可以见到或到平等法身 怎么样能够得到平等法身呢 它就是诸法必尽空 所以说诸位 有平等心的人 就拥有法身 因此记得 没有分别心 平等心就是佛的心 底下 佛之威神 令诸世界合成一界 于相上眼 真的是佛以威神之力 令诸佛世界都合成一世界 表十方法界为一真法界 在性上眼 佛的威神指众生本有的至光 诸世界指众生 由自心妄想 将自本心种种分别去格 因而化一精明 为六合合 于是内外割爱不通 我们现在众生就是这样子 眼睛只能见 耳朵只能吻 六根不互通的 今以佛开示 物自信本有威神 而将自心去格至世界 全部打通 固执原通 而还成一阵 所以诸位 修行的关键 在破我执 在破法执 我执怎么破 耳六时钟 都告诉自己 这个是地水火轰过产的 实在是不近身 生命无常 如果我们今天可面对自己 我们就有觉悟的机会 假设说 我们把刀子一画 把内脏摆出来 然后就这样走路 用透明的玻璃把它装起来 看到自己的内脏 我看到你的内脏 也看到自己的内脏 诸位 所有的美 通通消失 通通消失 你不管是在穿什么样的衣服 带什么样的钻戒 如果心脏 肺脏 肝脏 大肠小肠 全部 挖出来 这个人如果还活着的话 就把他五脏六腑把它摆在前面摊开来 就这样走路 然后用一个玻璃罩照起来 一样活着 我看 哇 原来你身上 身中就是这一堆 你也是 那么就不会再举行世界选美大会 台湾 美妹小姐 选拔比赛 就拥有一堆灯 看要选哪一幅比较大吗 还是什么 所以我们的众生 他就是 愚痴 也就是 只能看到这一层表皮 在里面他看不进去 也不去讨论 也不去理解 也不去观照 所以 他灵眼迷迷糊糊的 不认识自己一辈子 灵眼过这种 迷糊的日子 灵眼过这种 不透视的日子 圣人不一样 一眼就贯穿 世间的真相 一眼就透视 全世界的真相 全世界的真相 就是假象 所以有人问说 师父 你修行三十年了 有什么心得 有 万法皆如幻 无有一法真 放下即见真 见真即如辱 万法无有真 放下就见真 就是这样子 以下 其世界中 不动不起 而合掌成厅 即倾尽本心 公辞如来妙法 第三 从密教研 此生命意 其世界 是指 至心当中 大蛮陀鲁 主人 住大菩萨 即此满陀鲁中 知诸圣 满陀鲁 就是我们所讲的 堂场 借助本国 及助于本尊三昧 所以密教里面有以观世音菩萨为本尊 文殊师利佛菩萨为本尊 弥陀佛为本尊 都有的 修过密法人都知道 合掌成天 无言 受教 护持也 二六四第七节 是初世间两种根本 经文 一切众生从无始来 种种颠倒 一种自然 如恶差距 主修行能不能得成无上菩提 乃至别成身文元解 即成外道 诸天魔王 即魔剑鼠 皆有不知两种根本 错乱修习 犹如诸沙 一成家传 重经承接 终不能得 诸事 无始来 无量事 无量节以来 以其结束无量 世间 苗延 苗延就是久延 非凡夫 俗字 所能理解 理会 以非菩萨 生缘 缘解 所能完全了之 所以生缘 就是身缘 就是身文元解 如果把这个身文 以非菩萨 身文元解 所能完全了之 所以生缘 就是把它改成身文 以非菩萨 以非菩萨 身文元解 所能完全了之 为佛 以佛 乃能究竟 以其初始 如是幽影难了 故方便 为之无始 所以要见本性 因为它很威胁 太难 因此一般人 大部分都是放弃 大部分都是 恋恋佛 其实执着 支持这句佛 也不能说不对 但是修行起来 会很费力 因为强迫压住自己 是不是 所以本性修行 叫做真经修行 意识心修行 叫做镀经 比如说 这一块 纯经 那就无论你怎么刮 它就是纯经 如果是镀经的话 镀经的话 稍微一刮 这个前面 表皮这一盆 这一层的镀经 一刮开来 经就消失了 结果里面是铁的 意识心修行 最纵然让你 暂时得到一点定 或者是一点安稳 但是因为根本 无明没有断 没有破 所以它就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 一直想尽办法 要压下去 所以在这之后 要讲一句良心话 不尽性的人 硬要把 这句佛号 压下一切烦恼 诸位 是很难的 所以听到了正法以后 不解经教 不误心性 说我不听经 不闻法 不开悟 不清净善知识 我就这样念佛 也不能说不好 会很辛苦的 心法不懂 无从下手 烦恼来的硬压 烦恼来的硬压 到最后有一天 就会爆 到最后有一天 它就会爆 我们人的心灵是 很可怕的 日本731部队 战继中国 做惨不人道的实验 这个都有记载 台湾的影片也有 在日本 要测试 测试 一个人的心理恐惧以后 会恐惧到 什么状况 他就把 中国人抓起来 绑着 绑着 男众抓起来 绑着 绑着的时候 把眼睛蒙起来 两脚 两手都绑起来 蒙起来 日本要测试什么 测试 心理的恐惧感 会造成 什么严重的 后遗症 绑起来 绑起来的时候 他就用那个冰块 冰块 冰块 把这个 腕部 这个腕部 把它 割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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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一点点血 痛 然后 就告诉这个病人 就告诉这个 实验的人 因为眼睛被蒙起来 而且他没看到 他就告诉他 你的血再滴了 我们已经把你割了 割这个碗 就听到底下这个脸盆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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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滴 他这个人就开始慌了 因为他眼睛没有看到 他就认为我的血一直在消失 在流失 在流失了 事实上没有 事实上没有 他是用冰块 让他滴 他听到 听到那个声音 就像自己的血 一直在滴 内心的 极大的恐惧 极大的恐惧 就说 我快死了 我没有办法了 我快死了 然后就滴 一个钟头 两个钟头 三个钟头 然后每隔一点时间 就告诉他 说你的血 已经流五百细细了 说你的血 已经流到一千细细了 这个来就越来越紧张 一来就越紧张 经过几个钟头以后 死了 死掉了 但是事实上没有 只有化一痕 让他痛 让他痛 让他感觉到说很痛 然后 以为是在滴血 但事实上 血并没有滴下来 只有少许而已 人类的心灵 受到这样子 骗了 欺狂你 你看 人类的这种恐惧感 可以致人以死 可以让一个正常的人死亡 可见 佛陀所讲的 万法为心所造 因此我们更了解 心灵是更重要的治疗 你今天 你今天身上吃到披霜 或者是毒药 赶快找死医 有救 如果你速度快一点 赶快洗肠 打那个解毒针 你有救 身体 身体的毒 心灵的毒 没办法 这个世间 哪有一种 要可以解决 心灵上的毒 心灵上的毒 就是贪 秤次 因此我们 每一个人 心灵 都有毒 我们无量 一节来 我们的心灵 都充满着毒 愤怒就是毒 医学上 发现 当我们愤怒的时候 血液 就很有毒素 当我们愤怒的时候 心脏会跳得更快 愤怒的时候 有时候会脑冲血 心灵 在全世界里面 都找不到药 所以心灵无药医 心病无药医 那是因为 他没有碰到佛法 所以一个真正健康的人 除了有一个 健康的身体以外 作为一个健康的心灵 如果 这个人 割的人 是拥有正念的人 一心意求生 极了世界的人 割了以后 是不是 他也没有办法挣扎 日本人 枪刀 拿在旁边 起来也是死 躺着流血到最后 也是死 对不对 割下去的时候 他们一滴就念 反正中途要死 念他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来接我吧 来吧 来吧 那日本人会发现 好久好久 他都不会死 为什么 他不恐惧 他不会恐惧 美国最近发表 美国最近发表一篇文章 说宗教信仰 比用药物治疗 心灵的病 更快 也就是说 他把得到 忧郁症的人 或者得到心灵创伤的人 创伤的人 通通送进去 医院 做实验 身体 心灵 受到重创的 通通 用房间 这一半 隔开来 给他药物 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另外一半 给他药物 然后怎么样 他信宗教 唱上圣歌 因为他们 美国对佛教也不认识 信仰 耶稣基督 圣母玛利亚 那就祈祷 很快乐地在唱圣歌 结果美国实验 这一半唱圣歌的 每天都在祈祷告的 知道 他灵命中 可以往生天堂的 他怀着一个希望 这边的人 病都好了 这边只用药物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病都没有好 就用药物控制 你看看 一个药物加心灵 一个 信仰跟寄托 所以医生说 祈祷会产生奇迹 这基督教 医生讲的 祈祷真的会有奇迹 也就是 他们是像上帝的 我们力道更大 上帝我们是佛 九界之尊 十法界 唯我独尊就是佛 是不是 我们的心的念力 就更大了 因此我们就了解说 我们今生今世 能听到正法 我们的心灵 它就会健康 心灵健康有什么好处 我们临命中的时候 我们的灵魂 因为灵魂是清静的 它对佛有信心 对净土有信心 它临命中的时候 再加上祝念 各个都能往生 极乐世界净土 力道之大 毋庸自已 因此 佛法 是世间的 一盏明灯 我在台大演讲 也讲过这句话 人的一辟子 没有听到一句正法 是生命当中的大不幸 一句佛法 都没听过 师父 用了这一点时间 来告诉你 心灵 正念 有多么的重要 有多么的重要 以下 种种颠倒 所言颠倒 一般有两种 一 凡夫是道 凡夫有四种颠倒 于世间不间 法中 无常计常 无乐计乐 无我计我 不敬即敬 所以成为四种颠倒 为什么 世间大家都享受咯 不知道它是无常了 我们把它当作 死亡离我们太遥远了 这世间明明没有快乐 我们认为有快乐 钱多一点 老婆多几个 房地产多几栋 最好是当干到总统 或者是国家主席 或者是 进行什么 立委 他们认为这个 这是一件 财色明 就认为这是最快乐的 但事实上 这是生命无常法的 很快就消失的 无我计我 这个色身 实在是没有我 佛陀说 那既然没有我 我们的所有的执着 不是多余的吗 所有的痛苦 不是多余的吗 所以无我 快乐就到 无我就没有私心了 没有私心就不会 化地自限了 也不会刚愎自用 所以师父一再强调 协力无关于解脱 速度的多 跟解脱是 无关的 不敬即敬 所以成为四种颠倒 此世道为异业 也就是妄惑 为凡夫生死流转 分断生死 长节 不能得脱子本应 第二 二圣四种颠倒 二圣对正如所现的一切 究竟不生命之间法当中 常既无常 注意这个常 注意这个常 是常乐我尽 捏盘的常 跟前面那个是 完全意义不同的 前面无常计常 那个常 是众生忘记 虚妄的之中 无常法 把它当作是永恒的 这里的常计无常 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同的思想领域 这里的常计无常 就是我们的捏盘妙心 是究竟真常 二圣人认为 那是无常 究竟涅槃的真乐 他把它记作无乐 究竟涅槃的真我 他把它记作无我 所以这个我是指真心 涅槃的妙境明心 是真境 他把它忘记作 是不记 所以成为二圣的四种颠倒 以示示导 另其忘记心念 心就是心向 涅槃 厌 厌就是厌入生死 心就是 向着涅槃 厌就是厌离生死 还是有取舍 心涅槃 极尽之乐 而厌生死 所以不起大厌 度众生 度脱众生 二圣人修行 我解脱最重要了 哪什么讲经说法 哪什么红法 利益众生 他会讲 我自己生死都没了了 讲经说法 利益什么众生 大圣菩萨不一样 我成就 也希望一切众生成就 所以做起佛教的事业 也就是弘法立身 转大法轮 二圣人 不起大愿度脱众生 但至度脱 以求治疗 以示颠倒 令其不得究竟 不乐 求无上菩提 事故虽入于 友谊一涅槃 友谊一涅槃 有两种解释 法治未断 称为友谊一 果报 善存 称为友谊一涅槃 所以这个友谊一涅槃 有两种解释 因已经断了 指腹已断 就是因 果报善存 这个就是一种 友谊一涅槃 我只断了 法治捏 还没有断 那么就是 就是友谊一 剩下法治还没有断 所以这个友谊一涅槃 两种解释 然其阿赖耶 仍受维系的生死 叫做变异生死 因为一个分断生死 一个是变异生死 在本经 此文中的颠倒 则指九季众生 不了真心 弥生诸妄 所以曾颠倒忘祸 二百六十五页 中间 页种自然 页就是造业 种就是熏成种子 自然 为自然而遭受果报 也就是你造业 就是一定要遭受果报 所以 世间没有阴亡的事情 有阴 必定有果 有法尔如是 之意 前面的颠倒 是属于起货 这里的业种 属于造业 自然 为受果报 起获造业 受果报 获亦苦三则 就是一切众生 轮回的根本形态 如恶叉句 恶叉 意为 盐贯珠 金刚纸 为印度一种庶名 亦 其果实之名 此种树 所结果实 结三粒同一个地 所以称为恶叉句 佛法中 用一比 祸 业 苦 祸就是无知 就是无明 是一个人 没有钱 还是其次 一个人 这一辈子 没有智慧 那就是 不管男人 女人 有钱 没有钱 他就是一定要苦 一辈子 而且是 生生世世 都要受苦 没有钱 很苦 是一辈子 没有智慧的苦 是无量易解 我们 命有两种 一种是身体的生命 一种是法身的慧命 法身的慧命 是会延续的 所以今天 诸位种下了 这个因 结下了这个智慧之门 这个金刚种子 百千万节 都不会消失 所以这个祸 业苦 是不修行人 妄造 妄获 造这个妄业 受这个虚妄的痛苦 三者之间 互相关联 如成威斯伦卷二 一切有情无始来 有种种界 如恶叉句 反而而有 恶叉句 这果实成紫色 印度人 多用来染色 或者是榨油 其果和 可作念族之用 主修行人 不能得成 无上菩提 前面 是指一般凡复的颠倒 凡复起祸 造业 而受种种苦报 因果不断 固然可怜 而主修行人 重视有心修行 如果不了本心 而以生命为本修因 而欲求佛圣之不生不灭 无上菩提 是不可得的 这便是修行人的颠倒 以如是颠倒而修行 不得所愿 也是十分可明 乃至别臣身文 圆解 乃至就是圣智 别臣就是极非通途 而有差道之意 此为 有些修行人 虽有心求无上菩提 但是以不了常住真心 以致错乱修习 因此不但不能成就无上菩提 甚至还走出 佛圣之坦途 入一差道 而成为恶圣 圣文言解 《大波勒经》的摩世品中所说的 推多二圣 是菩萨摩世 菩萨最重要的是要成就无上菩提的 现在变成治疗汉 何以故 因为菩萨多为二圣 不能成就佛道 诸摩还喜 集成外道 所以修行人自求无上菩提 而以本修因希望故 不能成就菩提 反而多为二圣已经构产的 但还有更糟糕的 不但迷失本性 而且以心外建法 而修行外道法 什么叫做心外建法呢 也就是说 你要净土 往生净土 往生净土 其实净土就是我们这颗心 你一直提升这个正念 令心清净 净土自然就显现 我们要了解 在事项来讲 的的确计有极乐世界 在理上来讲 这一念现前 清净就是极乐世界 因此心外没有净土 你往生净土世界去 也是因为清净的念头 所感得的一种 一个净土 所以也是必须你现在的 这颗心 所以心外是没有法的 心外的没有法 这在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念念觉观 念念觉醒 念念自觉 念念正知 念念正观 念念正见 通通从自信中发出来的 依靠外面的东西 是不可靠的 所以怎么样的师父 就会教出怎么样的徒弟 所以因此 佛法如果只在四项上 来追求 就会变成外道 佛法是心法 如果懂得佛的心 才是真正的 走入佛门的正道 佛真跟外道 也没什么差别 而外道是心外求法 这就是能切经中所说的 学佛法 成外道 以及佛法中 外道 这种模式 末法时期特别多 近日游圣 许多人竟相以外道 打交道 互相交流 互相 互协所长 邪正不分 越迷越远 越迷越远 现在有很多就这样子了 把什么基督教 天主教 什么宗教 通通聚在一起 互相交流 那人家分不清楚 都是一样啊 人家问 基督教佛教一样 一样一样 天主教跟佛教 也一样 那为什么要信佛 我们佛教 不是否定其他的宗教 是尊重其他的宗教 我们佛教所讲的 只是告诉 修行人 其他的宗教 我们应当尊重 但是我们应当理解 它是不就近 不能出三界 不能断烦恼 不能就近菩提 不是说他们不好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这样子的理念 修学辅导的人 对其他的宗教 一概尊重 某一种宗教 在某一个时间跟空间 一定会产生一种 人类 多少 有一点 弃恶从善的作用 是不是 至少 有个宗教的依靠信仰 因为他如果没有机会 听到 佛法的话 那其他的宗教 就是唯一的依靠 所以佛教 不是否定其他的宗教 而是更尊重其他的宗教 只是说 其他的宗教 因为是生命 是生命法 而且是依靠 某一种权威的上帝 而佛罗说 这样是不就近的 是不能超三界的 只有这样讲 因此我们佛弟子 更有那个哑量 就是看到外道 我们一样合掌 彼此之间 互相 欢喜 是不是 你要让他了解 这么甚深的 无上的法 实在是很困难 尤其在这么短的时间 说接触 师父你刚开示 几句佛 佛法给他听 那从哪里开示呢 我跟我们的同学 这个一个人 入于外道 我告诉你 就没办法出来 我跟我们一个同学 大学一个同学 在讨论 基督教 佛教的教育教理 一直在讨论 他对我也很尊重 那我对他 也非常尊重 我们用佛的心 在交谈 他在交谈当中 他发现 佛法讲得最究竟 他没有办法 跟师父反驳 他也讲不过师父 结果说 哎呀 这个佛法讲得真是好 最后他讲一句话 你就会没辙 说林同学 我知道佛法真的很好 可是 我还是要去信基督教 然后我就双手一摊 两个字 没辙 真的没有办法的 他明明就知道 佛教讲的这究竟 是不是 他就是不信佛啊 所以 那个要信佛教了 要有善根 佛根 慧根 菜根 就是用不到海泥根 真的 所以坐在底下的人 这可不是那种一般的根 是不是 因此我们就知道说 进入佛门的每一个众生 都是有相当的善根 他才会 这一步他才会跨进来的 是不是 像我们跟我们同学 读大学的时候 跟同学讲 同学同学 今天 哎 我们学校 有请外面的 学者啊 教授来演讲 你要不要去听听看 来演讲佛法 很棒 他说 你们去吧 你们要去极乐世界的去听 我这个人是要下地狱的 我不去 怎么拉 怎么勉强 怎么鼓励 没有用的 真的 所以 碰到了 六祖讲的 有缘的 就是要好好的跟他 传法 没有缘的 就合掌 令欢喜 争以道相为 不需要争论的 底下 诸天 也就是欲界六天 色界诸禅天 无色界诸空天 此诸天 除了禁忌天以外 皆是凡夫所住 众生之不发菩提心者 修福布施 命中 承其所修福 得生 六一天 又 若不发 普利心 而修 凡夫产 得四禅定 命中 即生 以色界四禅天 若不发 普利心 而修 四空定 命中 即生 无色界 四空天 这些去处 对凡夫来讲 是很好的 因为 即是善道 但对于 原本自求 佛道的修行人 来讲 那就很糟糕了 因为 天福米酒 一来 耽误了 近期无上菩提之路 二来 天福受尽了 便会堕落受苦 我看经典了 我吓一跳 你猜猜看 玉皇大帝 有几个老婆 你猜猜看 我看到经典 我都吓一跳 玉皇大帝 我们白天公 娶多少母 来 你来看看 我现在说出来 祖母就怕到 你来说 我们讨了三个 五个老婆 那个不算什么 玉皇大帝 有多少个老婆 这样子 两万 二十三千 两万的母 两万 玉皇大帝 娶比勇敢更多 勇敢娶十的 这两千分之一而已 我看到这一段 我都吓一跳 不晓得会不会记载错误 天公看着 不知道是有机会 我靠着这么多 底下 天福米酒 一来耽误了近期无上菩提之路 二来天福受尽 便会堕落受苦 尤其是第一种 虽然发心 虽然发心邪佛 若只知修福 而堕至三圣之外 成为凡夫之人天圣 尤为可怜 尤为无主大师 对门人说 如等 终日只求福田 不求处理 生死苦海 自信若迷 福何可救 这八个字 你要好好地唱 自信若迷 福何可救 意思就是说 你一直做善事 一直不失 却不懂得佛法 不懂得心法 记得 佛教是解脱法 不是慈善事业 你一定要弄得很清楚 这个是关键 什么是佛法 什么是正法 就是让你解脱